最近一两天就发生了很大的事情,特朗普发了一个推,把中国财政部那边也发了一个声明,就正式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这件事情其实主流媒体做的一些分析都是比较表面的,不为简单的,实际上那个影响非常深刻。 我现在在哪里了,假如说你们猜到我在哪里是你们厉害,可以听听旁边人说什么话。 我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在加油站遇到一位这里的女公民,一个女的,因为女生,因为女士。 然后她问我,你们那边发生什么事。 我说,遗址的是什么事。 她说我在电视上面看到,香港那边出了大事,香港人好勇敢,好厉害。 原来,原来现在香港已经就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了。 我说她说,如果要把中国被美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那件事情要做一些分析的话, 其实你单一分析的是分析不出一个什么结论出来的。 必须要几件事情,集合起来,然后才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真相。 我会把中国定性为汇率操纵国与香港这个事情,这个社会运动。 再加上,最近,也是最近一两天,汇丰银行的CEO突然辞职。 然后这是原因了,就是在网络上面流泉出来。 但那个谣言是有关于香港的外汇储备的。 那,假如说,大家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自己在网络上面去了解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们只是要判断的是,到底汇丰银行那个谣言是不是真实的? 因为千年的不仅仅是汇丰银行,一家银行,还有JP Morgan。 然后呢,还有Dorcher Bank的一支银行。 那,假如说,这三家银行,多车变我先不说,因为多车变其实在欧洲了,在德国了。 它本身是一家,也算是一家大的银行,但是不是那么有关键性。 相反,JP Morgan,在美国是举足轻重。 基本上,他们在美联储里面都有颇大的势力。 就是JP Morgan,Gobinsett,Morgan Stanley,UPS就还是有一点,但是不是很大的影响力。 JP Morgan,Morgan Stanley,Gobinsett,在美联储里面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假如说JP Morgan也牵连到汇丰银行这一段谣言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解析了通, 那为什么美联储过去的那段时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偏帮中国政府。 做任何事情都是,不是意隐约约,是非常明显地去站在中国的那一边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假如说这个谣言是真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 香港这一场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出现,而且出现之后,为什么会计划,计划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也有人全说,解放军要进香港了。 那当然说,有人会认为不会这么容易啦。解放军进香港的话,中国方面也会有很大的考虑。 但是,往往事情稍微平静下来的,又会出现一些事件,把整场运动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后面很明显是有一股势力在推波作栏,我一直是看不懂,那那一波势力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我一直是看不懂,那那波势力到底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那假如说把这三件事情综合起来看的话,这就很明显了。 就是要把香港这场社会运动,把它当成一个替罪羊来看待。 也就是说,其实背后很多事情,很多泡沫已经造成了。 然后这个泡沫也已经无法撑下去了,准备要随时要爆破了。 但是那个泡沫一爆的话,很多人会追究原因。 到底是谁让这个泡沫爆破? 那一场社会运动就可以成为替罪羊来背这个黑锅。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整个事情,并不是一场社会运动那么简单。 后面是一个金融危机。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会牵连到除了香港以外, 牵连到全球各大商业银行, 也会牵连到美国。 因为,假如说连JP Morgan都要牵连到里面的话呢, 然后多吃便也要牵连到里面。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全球的金融危机。 假如说把它单成是一场灾难的话, 我认为不过分。 现在是前奏。 我认为从现在开始, 应该是以月作为一个单位, 来计算这场风暴的推进的速度。 我不会认为香港的联系汇率马上会脱钩。 但是,应该是按月来算就差不多了。 只要那个谣言, 假如说它不是真的, 那当然是非常好。 假如是真的话, 可能一步一步, 不是可能的, 是基本上一步一步一步推进下去。 过了这个浪,到下一个浪, 到第三个浪。 香港联系汇率了, 就几乎到头了。 现在最关键是, 到底汇丰银行这一场, 这个谣言是不是真的。 网络上面传的一个关键点, 可以证明这个谣言是真实的, 还是只是谣言。 那一方是谁啊? 英伦银行, Bank of Finland。 所以我会认为, 假如说这个谣言是真的话, 很快那个压力, 会压到Bank of Finland的行长那边, 要他出来说话, 诚诚, 有没有这回事。 假如说, 假如说, 他出来说没事的, 那就还好。 假如说他不出来诚诚的, 成亲的, 或者是, 他出来说, 的确是有这回事的话, 那个局面会马上, 水银泄地。 所以, 现在基本上是按月, 去算, 到底这个事情, 要搞清楚, 是不是事实。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也有一方, 也有一个信号, 可以证明, 这个谣言是不是真的。 假如说, 最近, 我说最近就是, 十月一号之前, 假如十月一号之前, 有一场很严重, 很严重, 很大的事情, 导致, 就人命伤亡的事情, 发生的话。 那, 我, 基本上, 我可以, 比较, 我比较欣欣地去, 去, 去认为, 背后就是一场, 进入灾难。 只是, 就是, 运用一场, 社会运动, 来, 当替罪养。 然后, 另外一方面, 就关于, 呃, 那个, 中国, 被美国, 定为, 汇率超纵国。 那, 这个, 汇率好像, 破了7之后, 今天是7点, 7点04, 7点05, 没有什么异动了。 我会认为, 啊, 大家可以放心, 多给他一点时间, 让子弹, 再飞一会儿。 等到什么时候了? 等了三十天吗? 因为9月1号, 那个, 呃, 新的关税, 百分之十, 加到三千亿美元, 那个关税, 就开始起床了。 也就是说, 9月1号, 基本上就要扁, 百分之十, 才能抵消那个关税。 百分之十, 七点六了。 啊, 等到月底吧。 那, 假如说, 面对这个情形, 该怎样去面对, 怎样去处理? 好像全世界到处都是危险。 你说美国, 美国美联储那边, 也是鸡鸡可危啊, JP Morgan也快出问题。 你说英国, 英国HSBC, 汇丰银行也纳问题。 香港更加不用说。 你说欧洲, 欧洲多吃便, 也是很容易会出问题。 那钱放在哪里? 财产放在哪里? 放在什么产品上面, 才能保安全呢? 就不要说赚钱, 才能保安全呢? 这个我是有一些看法的, 明天再与大家说。 先说到这里, 再见。